今次我會講到如何領領拜,如何領祷告 亦有原因的,因為我想興起中間有些人去做 因為如果大家,如果大家好像全國義牧師都做了 義牧師做了的時候,你們不能夠去帶領 因為當我們能夠懂得帶領,其中一件事 譬如你去帶領一個聚會,你需要學習領領拜,學習分享信息 學習為人祷告,你就可以在不同地方開始新聚會 或者新的事夢在你的家中 今次我講到敬拜,而我們會操練 我們有教導關於敬拜,今次不是全面性 而是一部份關於敬拜 首先我們看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在神面前極力的跳舞 這也是一個親近神,敬拜神的那種放 在我們當中,大家都會看到神的工作很真實 怎樣看到神的工作很真實呢? 譬如我們很明顯地看到,服侍祈禱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些人,他們有邪靈 有煩惱 看著他釋放的 也有些人是敏感聖靈,他很容易就留意到神的同在 在我們當中,來更新改變 這件事很重要都是我們那種敬拜的生命 即是敬拜的心,事事的心裏不斷去親近神 敬拜神,神的同在就會加強 所以我們都學大衛 其實大衛也是受薩摩爾影響的 薩摩爾在薩摩爾記上第10章和19章 都是他有一個長時間的敬拜討告 在薩摩爾記上第10章說到 當蘇羅去到那班先知門徒當中 立即就受感說話變為一個新人 即是神的同在,是真實的 在我們當中,我們都看到神的同在 希望大家都學上神的同在 好了,首先就是敬拜可以進入不同的領域 甚麼叫進入不同的領域呢? 在這裏我們要講出有幾樣的領域 可以進入第二領域,我們一起讀吧 進入神的愛,喜樂,火焰,生命今生,代討 或其他神的狀況之中 即是敬拜是可以幫人入不同的狀況 可以進入神的愛 譬如我們早前討告的時候 也有一個姊妹,她立即很感動 她就感受到神的愛 這個也是神會做的功 有些人會經歷喜樂 因為真是神似給她開心的人 整個人都鬆了 有些人會火焰,心裏有熱切的心 或者生命更新,整個人改變 其中一個我們在星期日 有很大改變的一家人 剛才的爸爸就是他更新改變 他經歷四年之後得醫治,他心靈得醫治 本來有情緒抑鬱的 後來他第一次來到已經鬆了 第二次來到就有喜樂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們一起 我們開教會的時候 他都一直陪伴我們 他就說我想報答神的恩典 他就在我們當中 他就參與服侍 一路都參與服侍 但是他太太就不開放聖靈 而他的家 他家人也參加一個傳統的教會 是不開放聖靈的 但是他在那個教會 他又沒有批評聖靈工作 但是他就不接受 其中也有些人是有經歷的 不過他在裡面就不能說的 不能說的 他在裡面也不能說的 但是他太太知道 但是他太太就不接受 但是看到他慢慢改變 為何情緒處理得這麼好 為何人開心得這麼多 有一天他太太居然跟他說 不如你找義務司和我祈禱 他也想經歷到神的安慰和興省 他真的來到祈禱 他真的一個人就鬆了 其實我不是先祈禱 我是先跟祈禱 說到神的愛 他聽完之後也很感動 由祈禱的時候也更加感動 然後他帶兩個女兒來 一個女兒十三一個十一 但是十三歲 兩個都經歷了神的平安 神的喜樂、興省 而大那個女兒就說 自從那次祈禱回家 他就很喜歡親近神 而且每次祈禱都經歷到神 而且他就有這種動力去侍奉神 他現在他說 我想將來做傳導人 並且他就會每天都看聖經 很大的改變 這就是生命更新 就是說神的同在可以帶來生命更新 所以我們親近神敬拜 就不只是唱歌的 而是帶領人進入神的同在裏面 那你都可以進入神的愛、喜樂 或者火焰有程度 就是說我們都有人經歷過神的愛 神的開心 神的火焰或者更新 都有程度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我們看到摩西 他見神的榮耀 那種程度是一個高程度的層次 那在聖經記載的 那在門徒之中 聖經記載的 都不是個個都被聖年充滿的 但是呢 聖年充滿之中 我們都看到十二門徒 有些比較火焰的 譬如比特是真的很火焰的 他們時時都很快地回答耶穌的問題 和他很想投入去侍奉主 那就是這個是不同的層次 當初來教會一起集體祈禱的時候 神的力量也很大 那我們都會留意到 在討告 譬如我自己去過不同的地方討告 我發覺有些地方越開放 神的同在越大 越不介意 神的同在越大 那我試過去過一個地方 我營養下那種神的工作 我試過在 即是我們就這樣講道 然後跟著祈禱 跟著座位中有人會有邪連 即刻就彰顯 即是我也沒有按手 他即時就有邪連彰顯出來 我們都試過整班人 經歷神的火熱 即是整班人很熱切 即是在聚會裏面 我們見過真的不同的人 即是人經歷神的工作 那時候我也帶過兩個教友 這兩個教友去到宣教的時候 他們祈禱都發覺 即是同在家很不同 同在教堂以前 是很不同 那些人經歷的程度 是比以前大很多的 即是神的同在是有不同的程度 希望大家都會說 我都想時時進入神 強烈同在的程度 譬如有些人 我會在前面這位姊妹 我們不說名 但是她是很容易經歷聖靈的 她又知道哪裡聖靈充滿 她近哪個人 她又知道哪一個人聖靈充滿 她每一次 我一近她 她立刻就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她可以說是一個 人家的能力 即是量度溫度 她是量度聖靈的同在 一個神的能力 即是如果大家未離開之前 你想測試一下 你可以嘗試在她那裡 你嘗試在她那裡 你用祈禱的心走在她那裡 看看她的回應 讓你看到原來神的同在是有程度的 我想問一問 你是否感應到不同的 你那裡是有不同的反應 嗯 通常牧師那些 牧師那些是較強的 牧師那些是較強的 那牧師那些也有較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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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甚麼留意 沒甚麼留意 但普通的信徒 有些是聖靈充滿較強的 走在你那裡你有沒有感覺到 嗯 都有的 是 是 就是想說真的每人不同 那不只是她 那我以前也試過 我有不同的回應給我 那試過有 我們一起 即是有領聚會 然後又坐在圈裡講聖經 那有一個姐妹告訴我 她說我一講話 她就覺得有能力 湧過去她那裡的 那這是其中一個人 那也有些人就站在旁邊 她已經感受到神的能力 即是有些人是 是比較敏感聖靈 那這樣就是屬靈 又不是一定的 屬靈是需要她 一定配入她的生命的 那我們敬拜都是 我們想進入一個 神更強的同在 以及 都是被神更生改變的狀況的 好了 那我們講一下 怎樣帶領敬拜 既然神是這樣做功的 我們怎樣帶領敬拜 首先 自己隨時經歷聖靈 即是說 我們隨時隨地 都能夠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就好像 涉蘭主演記載門徒 他們時時都被四年充滿的 是簡出七個執事 都是被四年充滿的 即是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那這件事是需要 每天處理生命 每天和神有親近的關係 也都是時時愛神 享受神 在領敬拜也是 在領敬拜的時候 千萬不要想著 只是唱歌 而是在領敬拜的時候 是帶領著一群人 你自己投入 例如我在領敬拜的時候 我的心就向著神 主啊 多謝你 你女的神啊 你真好 我心女的神啊 你真美好 感謝主 在心靈裡面發出 這樣的時候 我就自己進入 然後你帶領人進入 亦都同時是享受的 我們對於神的心態 我們有敬畏的心 因為神是值得我們敬畏的 是尊重的 不過聖經也都說到 我們可以享受 他指使我們 祖宗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 歡呼喜樂 是可以享受的 我將耶華常擺在他面前 因此我的心寬領 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是整個人可以開心快樂 身體都舒服的 是可以享受到的 所以這個我們學習 每一次祈禱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大家現在嘗嘗黑人眼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你愛我們 多謝天父和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陪陪我們 多謝主你愛我們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你真好 感謝耶穌從心靈發出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好 我問大家 當你這樣一期 有沒有覺得享受的感受 有沒有覺得平安 輕省舒服 有的舉手 你看 那你就一天 整天盡量 整天都在這個狀況 你領敬拜的時候 都是 有時候有些人這樣 他平日可以是 那天領敬拜就緊張了 就忘了了 就去了 只是唱歌的狀況 當人忘了我們去愛神 他就會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神的同在更加強烈 輕鬆 專心愛神 可以 又輕鬆 為什麼輕鬆呢 因為緊張的人 就會難了神的工作 因為神夠愛我們 神照顧一切 所以做人都每天都輕鬆 每天都 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們都輕鬆鬆這樣做人 又專心 就不要輕鬆得來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分心 是專心 是輕鬆的 但是專心的 享受神 就會帶來神強烈的同在 自由奔放 我自己放了自己的照片 就是輕鬆一點 不要計較別人怎麼想 我做牧師也不計較別人怎麼看我 不要計較別人怎麼想我 不會說 為什麼你這麼放 為什麼你會喜樂 為什麼你會笑 其實我自己 我都不是經常笑出來的 雖然我隨時可以笑出來 我一想耶穌 我一想耶穌 起落就湧流 但是我都不讓這件事難阻人了 所以我領敬拜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看到我笑的 但我未必是多笑的 因為我不想難阻人 但我裡面是放鬆 盡量是專注在神那裡 在領敬拜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呢 一起讀 第一 自己專心和我們愛慕神 第二 享受神的愛 第三 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神禁強烈的愛 第四 再輕鬆自由的狀態 第五 注目在神 留意人的狀態 不在意自己的表現或過錯 第七 不計教人怎樣看自己 第八 可帶領人進入神的愛 喜樂 火熱中 這個講的 首先我們自己專心 忙我們愛神 愛慕神 就不要擔心那麼多事 不要想那麼多事 專心的 還有享受神 一路領敬拜 享受神 待會大家操練 大家一路聽的時候 留意 因為我將你分成兩個 兩個操練 享受神的愛 一路領敬拜的時候 一路不只是唱歌 是享受的 那你 進入神強烈的同在 即是我們自己 進入一個神 更強烈的同在 當你投入的時候 和更強烈的愛 那你在一個輕鬆自由的狀態 輕輕鬆鬆這樣 就注目在神 但是留意人的狀態 兩個東西 注目在神 留意人的狀態 譬如你自己很投入 但是每個人在發夢 那你知道不行 譬如我們唱靈歌 但是那些人都投入不到 那時候我們就要調教 因為有些群體 他們不習慣 唱靈歌是很有幫助的 唱靈歌是會幫人 輕鬆一些去親近神的 就是說會怎樣 不去想著唱什麼歌詞 我現在嘗一嘗 大家嘗聞一下 Hallelujah Oh Jesus Hallelujah 詐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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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詐欺耶穌 多謝你 Oh,耶稣,Hallelujah Oh,耶稣,真平安 耶稣,真平安 耶稣啊,在祢的里面真平安 Oh,耶稣,耶稣,耶稣 这几种祈祷是帮我们领敬拜和祈祷的 在祈祷的时候都宣告神的恩典 不只是求,不要太空泛 太空泛,有时长时间都是Hallelujah,Hallelujah 耶稣,耶稣,耶稣,Hallelujah 有些人会投入,但有些人不能投入 我们可以宣告神的恩典 神在爱我们,神在陪伴我们 神在提升我们的生命,神在看重我们 神是欢喜和我们一起的 这是恩典的吐槽 然后敬拜,恩典就是神向我们 敬拜就是我们向神的 多谢天父在爱我们,感谢天父 我欢迎主耶稣,我需要主耶稣,我拔住耶稣 互动就是一路祈祷的时候 神在祝福我们,神在陪伴我们 神在陪伴我们,神在陪伴我们 神在陪伴我们 这个有信心 譬如有时我们人都会这样 有时事情很困难 神是否在帮我们 为何这么久都不帮 有时我们会有这些意念 但我们立刻说,神是定义祝福我们 我一祈祷,神已经回应 就会定义祝福我们 我们都在令敬拜时 可以有些说话引领大家 在这一阵,神很欢喜我们敬拜祂的 神在看着我们 欢喜,接纳我们的敬拜 这样去鼓励他们 好了,在令敬拜时 可以做些什么?一起读一读 因为我们讲到实际的做法 待会大家粗练一起读 投入敬拜,也带领人进入敬拜 第二,祷告爱慕神,放下重担鬼身爱主 第三,宣告祷告 宣告神的恩典和大能 第四,指示会众如何投入敬拜 第五,说出神的应许,同在和爱等等 第六,唱灵歌,叫人能自由地敬拜 第七,带领会众做一些自由的动作 一起拍手,开声爱主,笑,跳灵舞等等 第八,先知圣语或行动 好了,这里讲到在令敬拜时 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不仅仅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我们自己投入敬拜 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爱慕你 你是配受我们的敬拜赞美的 这个投入敬拜呢,又带领人 即不是我们敬拜 我们一起来投入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爱慕我们的神 希望大家将这些放在心中 因为你要练习的,要做的 第二,祷告,去爱慕神 这个就是敬拜的祷告 就是爱慕神,放下重担 委身爱主 神,我们现在放下重担烦恼 我们全心去爱你 宣告,就是宣告神的恩怜 神在爱我们的,祝福我们的,陪陪我们的 其中一样就是指示 指示就是说,我们一起现在 譬如有时不是在唱着拍出来的歌 我就想这些人黑了眼 我就说,我们一起黑了眼 在这一阵子开声去爱慕我们的神 我们表达对神的爱 表达对神的感激 这个就是指示人如何做 在这一阵子,大家将你重担放下 将你烦恼放下 这个是一些指示 由第五就是说,神的应许和同在同爱 神现在就在这里了 神现在在陪我们了 神现在在爱我们了 这个都是圣经有说的 唱灵歌了 好自由地唱 那你自己在家自己唱一下 你又可以先錄自己唱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过不了自己一关 人家都... 即是你在人面前都过不了一关 如果你錄了之后 你听完,哇,不太行 我好乐意帮助大家 那你不要紧要的 你让我听说 哎呀,都不是唱得那么好 我都不介意的 我会给你一些意见 如何唱 其实有些很简单的音 大家都可以用 一些很简单的 哦,耶稣 哦,耶稣 音很简单 哈利利亚 音其实很简单 Dore Do 音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因为你配得好 那你就会听得上来觉得好听 那这个就是 都是唱灵歌其中一样东西 因为如果唱得好不好听 那些人就是在忍受着 什么时候唱完的 然后第七呢 就带领他做一些动作 拍手 开声爱主 笑 笑都可以一起放下 重担放下 一起感激神 哈利利亚 哈哈 我们可以开心笑 也可以跳灵舞 在神面前 跳入 把重担放出来 先于圣语 或者行动 当我们领受到神的信息 未必一定说 预言性 预言 你将来做什么 可能说先于圣语 就是说 神在这个时候 譬如我们不用用神的字 不用说神告诉我 而是感受到 我们有些重担 在这一刻我们放下重担 在这一刻我们可以 深信神是定义提升我们的 我们的人 我们这里的 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是会被提升的 这些神感动你当时说的 这些是一些领境变时候 可以用的 实际讲的说话 一起读 阿爸父 主耶稣 我爱你 我渴望你 我喜悦你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我知道你很喜欢亲近我们 我们享受你的爱 我极度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爱 我在你里面真轻松自由 请你拥抱我 哇 有你真好 其实这些是很自由的 就是大家 不用这么拘束 用一些很自由的方法 就是你像同一个情人说话 你会说的都可以的 耶稣真的好 挨住你真的好 很舒服 很轻松 我们一起挨住耶稣 感谢主耶稣 就是你总之 是任何的方法 好了 领敬拜的时候会指示 有什么说话指示 一起读 耶稣就在 者女我们一起 爱他 第二 主看到我们 就肯喜悦 第三 这个其实是 说到神做什么 第三 让我们全程投入地爱慕主 第四 我们一起自由地放下一切重担 第五 天使就在我们旁边一起 敬拜 这个也是宣告 这个不是指示性 第六 让我们像天使乃弱轻松全程来敬拜 像天使那样 那么轻松 第七 让我们享受神默然对我们的爱 神在爱着我们 我们就享受一下 这一阵呢 放松享受一下神在爱着我们 你感受到平安 耶稣就在爱着我们了 第八 有神真的好啊 我们来享受有神的幸福 那这个就是指示性 指示大家去做 指示就是请大家一起做的 怎样不受人影响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受人影响 那呢 就是这里讲到 鸡不受狗影响 就是鸡不受狗影响 就是鸡不受 就是鸡不怕那些狗 因为它很勇敢 它不怕那些狗 好了 怎样不受人影响 第一 尊重在神的爱 相信神一定帮 不要计较 因为冲破令敬拜 其中一个就是怕人 就是当站在人面前 站在一个面前没有问题 站在一班 好像觉得很丑怪 做得不好就是很丑怪 是不是 尊重在神的爱 相信神一定帮我的 不要紧要的 第二 深信我们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自己 不是荣耀自己 所以我们不是我们救得多好 不是我搶得多好 是荣耀神的 第三 想着就是要祝福会众 不是高举自己 就是 当我们想着 我要说得多好 那我们就紧张了 但是呢 我们想着 我们就祝福会众 一起亲近神的 第四 越钉死自己 不计较自己 就做得越好 事奉越有力 神也更加喜悦 就是说 尊重在人 其实个个都有需要 有不开心的地方 有分难的地方 当我们 带大家去进入神同在 神就会祝福 就是这样 有这种 不受人应该是很重要的 对于事奉 分享 讲见证 讲信息 和宁敬拜 都是很重要的 音乐和乐器的配合 第一 就是音乐和表达 是需要圣灵的恩膏 就是神的同在 来帮我们表达 我们唱的时候 熟悉我们所唱的歌 譬如你不熟悉 你很难领 第三 使用节拍 声量 音量 来表达 带领人进入神不同的工作 就是节拍和音量 当你有人弹琴 这个最好 譬如说 唯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很明显 很兴奋 主我更靠你 主我更靠你 这个就是柔和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 我们也想大家 大家都想唱得更好 但是有几件事 是会帮大家唱得更好的 其中一个就是 有戏 就是这些字 连音 就是 主我更靠你 就是每个字之间 是连音的 这就是 气膨胀 然后 不要这么快放到那些气 主我更靠你 你家里连音 你会练练 一路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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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气有声 有力的 那这个是需要练练 那 其实呢 很多人 你肯练练练 你的唱会一定会进步很多 然后节拍、声量、音,声量都很重要 听我唱这首歌,很多时候我的高低音是不停变化的 留意我唱一句 主我更靠你,主我更靠你,尽我心意我利 主我更靠你,主我更靠你 即是你发觉这里都是有不同的音量 但最富概会不同的 以爱感足我我心,将我更拥抱 根据那个去到哪里的音量,音质来到表达 带领人进入神不同的工作 第四,与配合一定有默契和沟通 这个需要夹 音乐是工具,不是目的,目的是劲快 即不是音乐,不是目的在音乐,而是一个工具 而多听音乐是会培养音乐的质素 最好学习,最好每个人都学用乐器 其实一个最容易学的就是Q-Quad 如果大家有Q-Quad 那阿淳玲有的 我都展示给你看如何弹 虽然我本身不是弹Q-Quad的人 但我将鋼琴的原理形容下去 它是三千多元一个Q-Quad 就是比较容易学到的 你再容易学,鋼琴即是keyboard 那你会说Q-Quad好像很难 其实不是难得那么重要 你肯练 我试过有人教他一个小时 他已经彈了首歌 是从未彈过歌 他肯练 最重要是肯练 你肯练的时候是会学到的 这一件事就是 讲到投康和空康的共鸣 是对于我们唱歌和讲话很有帮助的 在这里我都讲一讲 给大家知道 首先就是呼吸管时 保持肺部膨胀 和用丹田发声 即是 呼气 就不是处在肚子里 虽然我们呼气的时候 那个肺会膨胀向下 即是上下都吸管了气 但是当你用力是下的用力 有些人误解以为 就是用丹田唱歌 就是说 那些气处在下低 其实那些气是处存不久的 就是需要在上高处存 但是下低用力 就是下面用这个单田收缩 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但是我们肺部膨胀 第二样 声音可以更加广阔和有力量 这个是怎么练习呢? 就是打喊露 一起练 我听到真的会像打喊露的声音 你要做到真的会像打喊露的声音 好了 你看看打喊露 和唱歌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开到后面 这个软口盖 因为我们口盖 牙后面是硬的 即是不可以上升 但在吊钟前面那部分 是一块薄的口盖 是可以提升的 当你提升的时候 声音就会改变 大家留意一下 我由没有提升到提升 那个共鸣的位置在这里 一直提升 在上高 大家可以听到分别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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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裡面開的,和電影衝上去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一起練習一下 看看你想不想在這方面 有些人會說唱歌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那一篇 第一,走音 走音是怎樣的? 其實走音是有一個方法的 現在手機和電腦都有鋼琴 你上網可以下載這個App 就是有鋼琴的 你跟著它唱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Di La So Fa Mi Re Do D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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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Re Fa Fa La Ti Ti 你記得這首歌是哪裏? 就是用一些譜 你跟著它唱,跟著它唱 跟著它唱,音樂會比較準 有些人有困難在聽,聽不到音樂 唱不到出來 有些人聽到,但唱不到 但你有心在這方面可以練習 準音是要練的 就算我們去唱歌 因為我這麼多樣的學 是學唱歌 真的跟著老師學的 是搞了很多學費 但學的過程 周氏老師說 你這個音就離開了 不夠氣的時候 不夠力 音是會離開的 是要學習如何保持音 這是大家去練習 在家裡試試打開口腔 衝上去 打暗爐這樣 每天這樣練習 慢慢你就會練到 你有心練習 你每次回來唱唱給我聽 我就會告訴你 你現在去到什麼位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問 好 產生共鳴 就是口大 大大 就是閘而高 張開的 還有下巴要抹開的 那條舌要放平的 那你看著鏡 你可以看到舌頭不是撩起 那老師教我 怎樣可以放平舌頭呢 就是你伸舌頭出來 然後縮回去 啊啊啊 舌頭放平 是你要看著鏡頭試做的 然後呢 然後呢 表情放平 露出的吊鐘 第七就好像打哭露這樣 打開口腔的後部 那些氣就衝上上股 然後呢 第八 伸張腊骨 不讓它快收縮 即是吸氣之後 咩啊啊啊 這裡撐住 咩啊啊啊啊啊啊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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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不是大聲聲的問題 啪!啪! 是否在上高的感覺 是衝上上高的 第十就是 要衝上鼻腔的後部 衝上鼻腔的後部 接著喉嚨要完全放鬆 那怎樣呢? 摸一下喉嚨 哈 唱光時 哈 哈 就是放鬆的喉嚨 不要用喉嚨用力 第二 第十二 喉嚨的聲帶功用 就是發聲 而不是力量的來源 第十二 氣的力量是由發自丹田的肌肉 第十四 嘴唇和舌頭 就要咬字清楚 唱歌就要咬字清楚 讓人聽到唱什麼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是要比平時咬字更用力的 有些人說話習慣了 快點走啦快點走啦 快點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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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字一唱就不太行 主耶穌愛我 會有字咬清楚 和練音的 第十五 練習共鳴 一定要熟練 才能夠隨時產生共鳴 例如我們其中一個練習 發什麼響音都要上高 媽咩咪摩摩摩摩摩 媽咩咪摩摩摩 每個人都上高 不可以 媽咩咪摩摩摩 有沒有發覺有高又低 媽咩 媽咩 是否下來了 媽咩咪摩摩摩摩 有沒有發覺什麼叫上高 媽咩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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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媽咪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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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所以你听到他在下面 我很难做这件事 你们好嘛 多谢耶稣 没什么力量 多谢耶稣 当然在下面 多谢耶稣 在上高的 OK 而我们的敬拜很重要 就是二十四小时 三百六十五日 整天都行路搭车 阿里路亚 感谢耶稣 一路煮饭 一路洗碗 一路吸尘 感谢耶稣 全心爱耶稣 这个是敬拜者的生命 OK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分组 两个两个一组 那你就可以唱一下 很简单的 你不懂唱 就唱哈利路亚 简单一首 哈利路亚 然后就带些祷告 试试带对方 一路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试试练习 就是说 也有些指示性的说话 我们一起投入 一起爱慕神 感激耶稣 我们很欢喜耶稣 喜欢耶稣 来到亲近神 不要觉得不可能 其实 每一个人可能 都有机会领 我见过很多小春 有时候领唱歌 都不是唱得很好 不过他需要领 没有人领 那当然要领 有时候 用死的路 我不用领了 其实有时候 就会令到你们 没有机会练习 我就很想你们 有机会练习 我希望更多人去投入 可不可以 我们一起起床 一起起床 一起祷告 求主 激励我们的心 亲爱天父 求祢激励我们的心 其实领敬拜 可以我们在家里用 可以有时小组用 有时和朋友一起用 甚至有时在公园都可以用 主要求祢 帮助我们 有胆量 有信心 向前去 靠着耶稣向前去 感谢天父 靠着耶稣能够 在敬拜时 有祷告 去带领人 亲爱耶稣 亦都用灵歌 或者唱的方式 来带领人进入神的同在 多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Zion 周wnie resigned 开期 Wen 的 回 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